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我介紹今日主持記者會兩位記者 先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宗君醫生 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苑夏醫生 我首先請張醫生介紹今日的個案最新情況 我們今天有多一宗確診的個案 即是第五十宗個案 這個個案昨天我也提到過 她是男士五十一歲 是第三十七宗的一個同事 在一間酒樓的廚房工作 第三十七個個案當時發病之後 有去看醫生 以及給了幾天病假 她覺得不是太大問題 就回到工作也有戴口罩 她們一起在廚房工作 其實都有一起吃飯 所以這位個案就是在2月3日開始發燒 然後2月4日就看醫生 2月10日就進入了港華醫院 她現在都是確診的個案 她發燒之後 就看過醫生之後 通常5號都在家裡 大陸到9號都有上班 在她和她一起工作的地方 還有其他五個人 總共7個人 就是同一個區域工作 我們都會安排其他五個人去檢疫 其中兩個人 曾經有些不舒服 都去過港華醫院 都是測試陰性的 其他三位就沒事了 另外廚房當然還有其他人一起工作 不過可能就不是那麼密切接觸 所以其他18個人 我們都會安排醫學監測 我的報告是這麼多 現在請何醫生幫我們匯報 醫管局方面的最新情況 各位你好 今天在過去24小時 醫院管理局一共情報了59宗 懷疑個案 當中有135位的病人 仍然留在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確診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有50宗個案 其中一位病人離世 有48位病人 分別留在我們8間公立醫院就診 今天有一位病人情況已經穩定 可以出院 他便出院了 接下來我們都看得到有幾位病人 可能陸陸續續情況穩定 都可以出院了 至於樓院的病人 我們有4位病人仍然危殘 兩位病人情況嚴重 另外有42位病人情況穩定 那4位危殘的病人 其實都是和之前大家報告過 有兩位病人在瑪嘉利醫院 一位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和一位在東區醫院 那4位病人暫時都仍然需要插口 去幫助他的呼吸 至於另外兩位情況嚴重的病人 他們分別在北區醫院和瑪嘉利醫院 他們暫時都在深次治療部 因為情況需要高濃度氧氣和密切的監察 那截至2月11號 即是昨天的中午 醫院管理局共有11名醫護人員 因為要照顧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而需要進行檢疫的觀察 其中3位已經完成檢疫觀察 還有8位仍然在進行當中 那直至今年的下午12點 我們附阿病床的數目是891張 那和附阿病房的數目是470張間的 那這個和昨天的數量都是一樣 那使用率是42%和62%的 那在這裏我也想特別趁這個機會 我們收到有一些傳媒朋友 那就是懷疑醫院說有一些口罩 大量的口罩是失洩 那我們其實就沒有收到這個報告 那但是如果真的醫院發現有失洩公物的情況 其實我們是會交給相關的執法機構去處理 那還有我們一直都有很緊密地監察 監察使用量 那還有趁機會是希望同事說 應該是要審慎的使用 那另外就是也都知道 有些同事對於那個口罩 就是那個裝備的數量是關注 我們都是明白的 那我也想重新說回 在不同的臨床工作的程序 或者相關的風險 其實我們都制定了一套 就是應該用什麼個人保護裝備 來保護我們的同事 那我們是一直都抱著用得其所的原則 只要是合理的使用 其實我們是會安排那個防護裝備 給同事使用的 那我這個報告就去到這裏 那現在提問時間請大家先舉手 我同事會給你一個咪來發問 那在發問之前請你介紹一下自己代表的團媒機構 還有每次最多發問三個問題 那第一位這位男士 你好 香港電台的李大偉 想問回出院的病人 就是可不可以講一下那個治療的過程 是怎樣是大約用了些什麼藥物 就是這種的治療方法 是否可以形容在其他現在留院的病人那裏 另外也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有十個確診的個案 香港人在武漢的確診個案 想知道政府這邊其實收不收到通報 如果收到是何時知道這十個病人是在武漢確診呢 那香港這邊有沒有方法可以提供到一些援助給他們呢 因為他們現在在武漢那裏 就是醫療的資源未必足夠 香港有沒有方法可以幫到他們 就是舒緩病情還是怎樣 麻煩你 好 麻煩這位記者朋友 有啦 那個病人呢 其實在我們醫院那裏呢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輔助性的治療 就住他的病徵呢 其實我們都有給一些舒緩上呼吸道的不舒服的藥給他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都有給一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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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住 這個疫情不斷地發展 其實我們都有 存了 一班病人 那在這裏呢 除了我們 照顧我們病人 拿得的經驗之外呢 其實呢 我們都有跟我們專家小組 繼續是跟進 就是 每個臨床的病人 應該要 就是 給什麽適合的治療他 那同時間呢 我們都有看回 就是 國際上面 其他 國家治療的 不同的經驗 那在這裏呢 我們是 其實是累積了 很多的經驗 去幫助處理 我們的 就是 病人臨床上面的需要 那 關於內地 就是在港人 有 新型 冠狀病毒的病人 那我知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就有 對於這方面 做著跟進的 那就是 林中心其實是否 早知道 這個個案 早前有收會恐怖的 或者你們何時知道 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他們就會知道 還有他們會提出協助的 下一位 那邊 你第一行 第二行 先 Hello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e'd like to ask in terms of the one patient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has been discharged are there any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him after he has been discharged for example would he need to stay at home for a while or so and would there be any like research into whether this patient who has been cured whether his convalescent plasma could be used to heal you know cure other patients like would the HA or CHP look into the possibilities of such a thing that might happen and also secondly we'd like to ask about we have just said that beside this one patient there are also a few other patients who might be cured soon how many patients are there that you have mentioned that might be able to discharge from the hospital soon and which cases are them and when do you expect they could b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also lastly we'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public housing matter there should be three public housing estates that have also have confirmed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housing authority has said that it would look into the situation of whether the pipes have been changed have CHP also follow up with the housing authority on this matter where there would still be risk at other public housing estate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and concerning the discharged patient it's the case number 18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assigned by CHP so the discharge advice should be the criteria as mentioned before and the patient should be clinically stable and then symptom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n we have we had done two confirmation tests that is coronavirus is negative so those tests should be at least 24 hours apart so this is this criteria our discharge criteria and you have mentioned that any special precautions for the patient after he was discharged in general because now his condition is stable and also the test has been negative for two times so we will check the advice will be in general same as the public so you need to avoid to go to or need to be better stay home and avoid to go into the cloudy area in case you need to go out need to wear a mask and then also you need to ensure the hand hygiene so it would be like general public and then for the third question is about any more patients will be discharged in case I've mentioned there are about 42 patients in stable conditions and some of them are waiting for the negative confirmatory tests and also their symptoms so I would expect a few number can be discharged either today late in the evening or in coming few days so we are still assessing patient day in and day out in the morning round and also afternoon round so I don't have any specific number or absolute number on hand sorry I understand the housing department is looking into the safety of the pipes yeah not this case I will also ask about the 一個程度可以提供保護 給醫護人員使用 其實可不可以確認一下 CSI的口罩 其實醫護人員是否合適使用 如果不合適使用 政府省得到你們是怎樣用法呢 先解釋 好 解釋 就住今日出院的病人 其實我們是跟衛生訪問中心 給他的case number 是第18號病人 他在我們住院的期間 其實我們有給過一些舒緩 他上呼吸度感染 那個症狀的藥物 還有我們有給過 Keletra 和尼巴衛林 至於你先說過 就是說一些擔心 譬如在SARS期間 其中有一個副作用 藥物治療副作用 就是給過一些高隆檔的 我們說的鋁固醇 就是我們說的鋁固醇 那這裏這個病人 我們是沒有用過這個藥物的 所以我們又不會看到 不會覺得這個病人 或者這班病人 是會有骨敷的情況 那樣的情況 另外你提到就是 就是關於那些口罩 其實我們醫管局 有一個很嚴謹去檢測 究竟我們買的防護裝置 那個標準 所以其實都要過了我們 那個標準那些 我們才會給我們前線 醫護人員去用 我們肯定他們是會被保護到 那CSI口罩是不是 我現在手上就沒有那個 你等等一下 我再找回我的資料先 我們應該這樣說 公立醫院現在所用的 外科手口罩 其實都是由總辦事處 公開投標 招標統一採購的 所以如果真是有興趣 他給我們口罩的供應商 他可以按照標的要求 向醫管局競投 下位 那邊後面 第2個 3個 你很信保記者 請 第一個問題 都是問回出院 想問回 假如病人出院的時候 如果不是香港居民的話 是不是會立即送他們 離開香港 又假如他們是 拒絕的話 其實政府那邊 會不會有什麼對策呢 然後 另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武漢那邊 有香港人感染 其實今天 政政及內地事務局 出了這個公佈 想問回 其實衛生防護中心 在政府出這個公佈之前 是否完全不知情 剛剛張醫生也提到 其實你們應該 像是沒有參與到 協助內地那邊 受感染的香港人 就是想問回 其實衛生防護中心 是否完全不知道 在公佈之前 最後就是 關於 之前有兩位 家居檢疫的人士 即是他們 走掉了 其實想問回 現在 找回他們沒有 還有 他們那兩位人士的 最後檢疫日期 是何時 會不會即使過了 他們的最後檢疫日期 其實可能都是找不回 政府其實會怎樣處理 謝謝 如果你說是外國人出院 即不是香港居民 我想要跟回入境處的條例 所以如果他出院之前 可能就要聯絡回入境處 究竟他是不是還可以在香港居住 還是要離開 我們都是由我們那個 即是跟廣東省 或者跟國家衛計委的通報 都知道 那十個人在內地 即是香港人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 需要在香港做一些 追蹤的調查 因為我們比較關心 就是在香港確診 然後確診前後 有些需要追蹤的情況 就是衛生防活中心要做的 那這十個人 就是他在內地居住 然後在內地 即是在內地確診 而他是沒有什麼需要 我們跟蹤的工作那些 我們就不會故意 去跟著那些接觸者的工作 可能有個別的案例 一、兩個個案 曾經我們有些跟進的工作 那些人 可能是幾次 收縱國家位置 那些人 我們不是一個個 我們不是十個這樣收的 即是之前 有個站綱 香港人 我們都提過的 那些人 我們是有一些 跟進的工作 那後來我們 每一次他們有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 衛生防活中心 就沒有需要 跟蹤一些接觸者 的話 我們就沒有東西 即是沒有東西可以跟蹤 但是如果他們 是在內地 是有需要的話 就可能是 即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以及駐武漢的辦事處 他們會有一些跟進 主要都是幫助 幫助他們的日常生活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提供協助 那在我們這方面 就沒有什麼要跟進 我沒有資料 因為不是我處理的 或者不是我相關的 同事處理 你考到這邊 第二行 不好意思 我都想再補充少少 出院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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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出院的標準 想問一下 剛才提到的那兩種藥物 那兩種藥物其實都可以應用在全部已經確診的人 你們有沒有試過用同類的藥物去治療已經確診的病人呢 另外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說的界定出院的情況 剛才說了一點就是要兩個都呈陰性 有沒有說出院的人之後 有沒有說還有什麼防備工作要做 即是他們出院可能的情況都要你們會繼續監測還是會怎樣 另外想問一下關於翠雅山房的隔離營 其實我們見到有些報道說 其實隔離營都是兩個人用一間房 其實如果兩個人一間房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再度產生交叉感染的風險 麻煩你 就住出院 說回我們第十八個個案子的病人 其實他就有用過兩種的抗病毒的藥物 但是當然我們其實主流的那個治療 其實都是說舒緩他的那個治療 不是一定說每一個病人都需要用這些抗病毒的藥物 亦都要看回每個病人對藥物的反應 這裏就是這樣 至於你有提過出院之後 其實我們是有安排病人 一個禮拜後再覆診 看回他的情況 當然他覆診的情況 我們就會跟回他的情況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需要我們可以幫助病人 我知道隔離營的情況 就是有時是一家人或者是親戚 那些就會住在一起的 就好像他們在家裡一樣 當然他們都會要注意一些預防感染的措施 但是如果萬一有其中一個人之後患病的話 那另外一個就因為都屬於比較近的接觸 都是要再加長隔離期的 下一位 那邊前面綠色化的雷士 你好 經濟日報的 都想跟進出院那位病人 其實剛才都說過一個禮拜後要再覆診 其實他是不是代表著這位患者 還有一個復發的風險呢 就是會不會如果他放回社區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全部的風險在那裡呢 那另外也想問回 剛才說到武漢香港人那邊 其實衛生署本身在這件事上 是不是意思是完全沒有一個角色 就是沒有去為了一些港人去提供協助 因為我們看回報道就說 衛生署其實也有提供藥物 去或者給建議他們去協助那幫港人 想問清楚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那另外第三就是想問回康美樓那邊 其實暫時現在有沒有再有新的初步確診 或者有病徵的據聞出現呢 麻煩你 我答到幾多言要再補充 我知道有另外一些同事呢 就因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 那他們是會統籌在內地那些香港人患病那些需要的 那如果他們真的需要一些藥物那些衛生署呢 就應該是有協助的 啊 康美樓那裏 康美樓那裏呢 就暫時就沒有新的個案的 因為之前那五個有些病徵的個案 就全部都已經是發炎陰性了 那他們地下都有一個那些社區中心啦 那都有些員工 有六個員工就曾經是有些不舒服的 那剛剛呢都知道他們全部都是陰性的 好 再跟進回出院那個病人 為什麽會有一個覆診期 那先頭都有提過啦 就是我們出院那個定的那個標準 其實都是跟國際接軌的 就是說要有兩個化驗報告是陰性 跟著我們才出院這樣 那通常一般的病人呢 是住過一段時間醫院呢 在出院的時間呢 我們都會給他一個覆診期 再看看他有沒有什麽不舒服 那這個呢都是一個 我們一般都會的做法 那就不是說有擔心他 還有其他東西 那這個就是 我想很多時候都是會出現的病人 我們會比較覆診期 下一位 這邊第二項白色衣服 這邊是女士 Thank you from RTHK Regarding the discharged patient I mean we have seen some cases 甚至那些病人會被診斷 被診斷了 他們還可以被診斷 人們 I mean how safe is he is it that he's going back into the community and secondly Hong Kong 10 patients in Wuhan hav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een liaising with the main authorities on the medical advice and would you advise them to send back home to treat or have you been liaising with them over their conditions Thank you I understand the CMAB is taking care of the people who have confirmed to be suffering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China so if they need any medical help from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e will help yeah have they been asking ready for not so far yeah because they are taken care of by the hospitals in mainland yeah so I would like to copy the reply of Professor Yun yesterday so for example he said the incubation period 90% majority will be 3 days to 7 days so for those extreme case that may be even positive on the first day or the incubation or spreading can be the first day or have symptoms on the first day and then some can be even as long as 20 something so for your questions whether it is safe to discharge the patient after two negative tests I will use the same princip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so I think the majority would be very safe to discharge the patient and this discharge criteria is in line with our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thank you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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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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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款供貨的話 醫官會不會懲署他們呢 另外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看到在青衣長康村的個案 看到警員本身又撤走住戶 衛生署又說其實已經撤離了住戶 但到凌晨晚上還看到有車隔離帶走住戶 想問一下 為甚麼你們的回應會這麼混亂呢 一時又說住戶不在 一時又說他們不在那裏住 想問一下 誰負責 為甚麼訊息會這麼混亂呢 好 就住某一個牌子的口罩 我想其實先頭我們都是這樣意思 如果以現時醫管局 即外科手術口罩 都是經總部公開投標 做公開採購的程序 如果你說特別某一個牌子 我手上就沒有資料了 據我所知 原意是要撤離所有居民的 以可以令到食環處的同事去做消毒 然後房屋處的封程師去檢查後館 但我知道現在都是有一個居民的 即一個居民的 就是有些個別情況 現在拒絕撤離的 裡面有老人家 現在我知道相關的部門 或者一些人士就在勸說著的 其實都是撤離的居民 都希望他們安全 就是為了他們著想 希望可以方便相關的部門 去做一些消毒 和檢查 但都明白到有些老人家 可能他是不太明白的情況 或者不想離開 去住開的地方 所以現在都是遊說 遊說著的 因為我們會出檢疫令 希望他離開 居入檢疫中心 但食環處就是會去做清潔 消毒 然後後省房屋處就會去做 房屋委員會就會去做檢查後館 有沒有一些不妥當的地方 在這個未做完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居民就是為了安全 離開那裏 就不會在那裏住 下一位 這邊第一行 你好 香港令的鄭徐碧 想問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問出檢疫方面 想問一下是不是暫時 現在那個 只是要求他一個禮拜之後複診 一個禮拜之後 是不需要再有其他約定座的一些跟進 另外想問一下 其實第一個入院的個案是1月22日 到現在都有20多天 其實是 之前有說過出院標準 是要最少兩次是要negative 那是不是代表頭那批入院的 可能1月入院那些 是還未做到兩次negative 他們是不是還有病毒在體內呢 這個情況是代表甚麼 是不是現在藥物不太適合治療到他們 還是這個病真的很難醫 所以有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第二個問題是想問關於檢疫令 其實剛剛行家都有問 就是走掉了那兩個人 其實都已經走掉了幾天 再加上公佈那天都說是有兩天聯絡不到他 那即是至今他都應該消失了5天左右 那其實這兩個人究竟是去了哪裏呢 還有如果當局一直都沒有公開這兩個人的一些國人資料 那市民又怎可以去到防範 或者怎樣幫忙找到他們呢 還有我們都收到資料說呢 其實有強制檢疫的人呢 是說他可以下街去洗衣服 隨便走 那其實現在特急檢查的比率是去到多少 會不會考慮增加呢 最後想問一下呢 嚴重的那個個案呢 其實兩天都沒有說是哪兩個嚴重 可不可以說一下Case多少 麻煩你 好 出院跟進去 好 說回先頭出院 即是今天第18個Case這樣 出院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安排了一個 大概一個禮拜後覆診的覆診期給他 那當然啦 其實我們都覺得病人的病情是穩定的 所以我們才會安心給他出院 那所以呢 如果覆診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是看一下他還有沒有其他 或者其他身體又不舒服啊 或者病情有沒有改變 那就不是說 即是覆診之後就不需要再覆診 那其實都是要看回覆診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那至於你說 較早前入院那個病人 我想呢 我們在先頭都有提過 就是除了說 即是發驗室的檢測 那個病毒需要兩個陰性之外呢 其實都要看回病人那個臨床的情況 是不是已經有好轉呢 那因為呢 本身病人每個人的底子都不同 那所以呢 反應呢 都是會有不同 那但是我又再看回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 現在住院的病人呢 其實先頭有提過 有42個病人呢 其實情況呢 都是穩定的 那你先頭說過較早前入院的病人呢 我看回紀錄呢 幾位都是穩定的 那另外呢 你有提過呢 就說想知道 就是有兩位病人情況嚴重的 其實呢 先頭都有提過了 那一位呢 就是25號的病人呢 就在北區醫院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42號的病人 那他暫時呢 就在馬加力醫院 那這兩位病人呢 都是需要高濃度的氧氣 那暫時在我們深切治療部再跟進這樣 關於強制檢疫令那方面呢 因為不是我負責的 所以我就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或者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寫進來再問吧 下位 那邊突然跟你說 最新的問題是你 你好 明報 想問一下張醫生呢 剛才 關於武漢制留的那些港人的情況呢 其實有沒有說 你們是最早 或者什麼時候 接獲到他們通報呢 就是那十個人先後的情況呢 還有 他們現在知不知他們是什麼情況 是不是全部都入院治療呢 還有 為什麼你們知道 但是都沒有在記錄公佈呢 第二個問題呢 想問回 其實我們見到 即是內地呢 之前有些個案 Discharge 的時候呢 都是 Test 了在 Negative 但他們發現 他們肺部 那個電腦斷層的掃描影像呢 都是有些病毒感染的情況 其實香港這次 將這些病安排掃描的時候呢 即是會不會說 排不排除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呢 那怎樣確保是真是 你們 Test 兩次 Negative 他都是不會有病毒 再存在體內呢 那第三條問題呢 想問回 其實見到 最近有很多病人呢 都先後其實是 求診過私家醫生 但是呢 當時的私家醫生都沒有看到他可能是確診這個情況 都反映到 其實會不會是那個情報準則呢 已經沒有辦法去篩查到那些確診個案呢 那你們會怎樣應對 會不會說 就是擴大那個化驗啊 或者是一些監察的準則呢 那你們會不會選擇去做這件事呢 麻煩你 或者我回答了那個 港人內地的那件事了 我們都有收到類似這方面的資料的 但是呢 我們比較關注 就是衛生防護中心比較關注就是 這個港人有沒有在香港 有一些密切接觸者 我們需要不需要追蹤 需要不需要隔離哪一個 或者有沒有機會是香港是一個病院 這方面 如果我們有些個案是相關的呢 其實我們之前呢 都是有出新聞稿 還有有講返的 那至於其他的個案 我們主要關注都是 他真的是這一方面 那至於他在內地的需要那些呢 就不是衛生防護中心所管轄的範圍 那當然 我都知道 那個政制及內地的事務局呢 他是有作這方面的跟進的 那個情報的範圍 是啊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困難的之處 因為其實都提過 他們 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病患者呢 其實很多都是類似流感的樣子 很多都是年紀比較大一點 或者是他們是 開始有些病 好像流感那樣 那接著有些反覆 有些反覆 有些反覆 有時就康復 那後來又有些氣速啊 各樣的那些呢 才去入政府醫院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監測的困難的 那我們比較難呢 再轉個情報準則 因為如果轉了情報準則呢 就是可能我要轉就是轉到說 發燒 或者是有呼吸到病徵的人呢 所有都要情報了 那一天就會很多很多 那醫管局都不會有地方呢 將這些所有的人呢 都會隔離了去 然後治療 或者是驗啊 那但是呢 因此 因為有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們就是擴闊了那個監測 就是 化驗所的 就是差不多進入醫管局的 醫院的那些病人 如果他是有些類似流感的那樣的 那他們都差不多已經在驗 一天都在驗了七百多個化驗的 那當然我們還在那裡聊天 會不會再擴大到 在門診 或者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可以發驗 但是這個還是在討論 階段 因為都是要牽涉很多其他的問題 下一位 海先生 報稱 是不是都 講回先頭出院的準則 先頭有提過究竟 就是檢驗兩次 就是說兩個新型冠狀病毒 測試都是呈陰性 是不是都安全出院呢 那另外就是說 究竟那個影像那裡是怎樣處理呢 那我也引用昨天 就是袁教授都講過了 其實就算那個潛伏期 其實大部份九成的病人 都是三至七天 那如果有小部份 說很outlier的case 就可能說小過一天 或者二十多天才有 那所以如果你說 有兩個檢查 冠狀病毒測試都是呈陰性 其實這個都是跟國際上面的標準 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裡我們都是覺得 覺得是合適的出院的指標 那另外就是你說一些 我猜你說的是CD scan 或者一些X光的檢測 這個其實跟其他肺炎的情況 都是要在影像上面有那個改變 其實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這個說要X光完全是說全部黑曬 才出院 這個就不是國際那個標準 那樣 那但是呢 通常就會再安排他回來覆診 再照X光那樣 那另外呢 就是先頭都提過了 張醫生都提過 其實我們醫院管理局也都看到 就是說有些病人如果是不符合 現在那個程度的情況 但是呢也都是說已經是有肺炎 其實我們已經加強了擴大那個 加強化驗室的監察 就著這個監察呢 一些不符合 就是說現在程度的基準 但是呢 它是有肺炎的 其實我們都會拿一些這個檢測 去看一下 究竟它有沒有新型冠狀病毒 那現在我們醫管局呢 大概每一天呢 都是有大概七百多個這樣做這個case 那在我們這五十二個 即是五十個 就是說有確診的個案呢 其實是有十七個病人呢 是靠我們這個加強化驗室檢察呢 是驗到出來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我們跟著疫情不同的發展呢 其實我們都有改變 就是我們的策略去加強 我們化驗室的那個檢測 那樣 那我們會繼續跟衛生防護中心 再就著整體防疫的策略 一起跟進 看看怎樣可以繼續幫忙 下一位 這邊白色衫 你好 雙台 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說出院的病人情況是穩定 但是其實內地可能都有些假陰性的存在 但是 以你們的說法 其實是不是不可以排除這個病人 其實可能還有病毒依然存在在體內呢 不能夠排除 其實可能他出院之後 仍然在社區有個傳播的風險呢 另外想問一下你們剛剛有提到 說接下來有幾個病人是符合那個標準是可以出院 是有幾多個病人呢 以及屬於哪幾個個案 以及預計他們大概幾時可以出院呢 麻煩你 那麽呢 就說回出院的那個要求 那個化驗 那麽那個陰性的那個檢測呢 其實我們就是要有兩個陰性檢測呢 同時間呢 中間呢 不是說同一個檢測 同一個時間做 是中間呢 要有24小時 分開的時間 如果兩個呢 都是陰性呢 那麽還有再加上呢 他臨床上面的表徵 譬如如果他之前有發燒 現在又沒有發燒 如果他之前咳 現在又是已經沒有什麽咳 之前有喉嚨痛 也都現在沒有什麽喉嚨痛 那幾樣東西加加起來呢 其實我們是一個整體 整個病人去看 那麽所以呢 正如先頭講 其實我們的標準呢 都是跟國際接軌 那麽還有出院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有跟衛婚服務中心 他們有個協調 那麽也都覺得那個病人呢 是適合出院的時候呢 我們才安排出院 那麽所以 那麽我們的基準 就是我們的標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先頭都有提過 這個第十八號病人 就是今天出院了 其實我們都有一班病人呢 其實他暫時的情況是穩定 當中呢 也都有一些病人呢 在等一些血報告 如果他們的血報告回來都是情陰性的 臨床上有情況是很理想的 我們都會安排出院 因為每一天我們都會再巡訪 會看回情況 所以現在很難踏實有多少個數碼 但是我們都有些病人是穩定的 那邊的A3在中間 TVB 想問三條問題 第一條就是跟上康美流的情況 剛剛提及到今天有一戶已經搬離了 有沒有什麼時候搬離 第二條問題就是 據理解其實A307上層的單位 糞便樣本沒有發現有病毒 到目前為止其實有幾多位的人士 在糞便樣本裏發現有病毒 有幾多位是沒有的呢 那如果真的沒有病毒 那其實他是怎樣透過那些喉管去傳播到 那第三條問題就是 出院人士都是25歲 其實他的康服和他的 會不會比較年輕是有關係呢 麻煩 麻煩 康美流的那個住戶 我想我沒有實際時間是 哪一個 即哪個幾時搬 但是我剛才說就是還有一戶 他搬不到 就是因為暫時還沒搬到 就是因為他拒絕設離 那現在還在遊說中 那樓上那個病人 他在醫院那個大便樣本就是陰性的 那當然是不是一定陰性 就是代表他當時開始發病的時候 一定不是陰性 那我當然掌握不到 因為他入院都隔了幾天 那當然樓那個大便樣本是不是一定是最敏感 都不是一定 那但是另外一樣就是 其實這個我們都是一個穩陣的做法 就是懷疑經過這個渠道來傳播 因為見到在下面的單位那個 那個Vanpipe那個排氣管 是有些不是封得很實 那懷疑會不會是經這個途徑傳播 就是我們發現了這樣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大家都是同一個單位方向 那是避免有其他的住戶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安全一點 就請他們撤離 那當然我們找到上面那個 那個分別樣本是陰性 那可能我們都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又不代表說 其實一個陰性的樣本 是不是代表了所有的解 至於先頭說出院的病人 我們今天出院的病人是25歲的 那你說是不是年輕人身體會好些呢 那現在始終這個是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都存在一些數據 流行病學 那不過如果你說一般病 就是一般而言 其實本身它沒有慢性疾病在身 相對康復的能力當然就是會好些了 那但是你說在這一刻呢 那我想我們都是對病毒 或者這個病情其實是在認識著的 下一位這邊後面那位男士 Testing 你好香港獨立媒體 有關於兩件事想問的 首先第一就是想問回西貢戶的 康樂中心 是不是已經重啟了 那第二就是想問 會不會有內地下來 而且並且作了一些檢制 強制檢疫的一些人事 即可能內地的人也好 或者香港人也好 他們是不是已經入住了呢 那第二就是想再問一問 再問一問就是有沒有相關的數字呢 那第二就是想問一問 那是不是護士協會就呼籲了 說他們今天的行動就不是罷工的 純粹是想說我跟規矩 拿回相應他們應得的 可能防疫的 或者是前線工作的裝備 那會不會說有關部門 可能是衣冠局也好 或者是衛生署也好 會不會說 為了不想丟爛衛生署也好 或者是相關部門 那會不會說 可能有前線的護士向你們投訴 說不夠裝備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應對呢 關於這兩件事麻煩你 關於這個西貢 是不是在說保良局不談衝到戒刑 西貢戶內康律中心 是 西貢戶內康律中心應該未開始用的 好 請問問有其他隔離的一些戒刑地或什麼都好 可能剛才有人問到青衣康美樓 會不會都有那棟的人會被安排去相關的隔離營或戒刑地 我知道青衣康美樓的人應該是住在現在運行的四個度假村或者是度假營 應該沒有去其他地方 那因爲個人保護裝備 為何我答 那便是個人保護裝備 那便是個人保護裝備 如果同時在進入標準範圍 需要用相關的保護衣物 其實我們是會安排 我們都是講回原則 都是用得其所 僅僅使用 如果真是見到 譬如真是髒了 或者濕了 不能夠達到它本身保護的功能 那就換了它 這些是用得其所 應該要用的 我們等到最後兩條問題 這位橙色紙的女士 還有後面的白色紙 癲狗日報 其實想問 剛剛說到口罩的裝備 就是基於一個 用得其所的準則 還有一個指引去跟 我想問可不可以詳細 以及具體的講解一下 那個指引其實大約是怎樣的呢 例如是多近距離 就要用到PPE的防裝 或者是外科口罩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在大廈入口 住手的警員 會穿上樓去接觸病人的醫護 是有更加好的防裝呢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麻煩你 好 我們其實都是說 如果你做不同的程序 所以那個感染風險就會不同 譬如我簡單講一講 譬如我們一般診診室的 我們就會建議用外科的口罩 如果我們的同事是要去分流站的 我們其實都要建議有護目的 或者全面罩或者眼罩在那裡 他們就會用外科口罩 或者他們會用N95 還有他們會穿一個我們叫Amy Level 1的黃色的保護衣 還有會有積氣的手套 但是如果他說進入一些 我們講那個isolation 或者先後我講過是加強監察病房 應該說如果他們是要去我們接收懷疑 就是病人要去隔離區的病房 我們就會用一個積氣的頭罩 全面罩 還有要用一個N95的口罩 藍色的保護衣 就是我們叫Amy Level 3 還有積氣手套 我相信其實不是醫護人員 就未必需要將這樣整套去看 不過我想那個principle 就是重點就是 究竟我們在做那個procedure 就是措施的時間 會不會有一個冒化的情況 譬如我講一些會引致冒化那個 譬如我們插喉、抽痰 這些就是會說有機會冒化的程序 那我們就會全套保護衣 去保護我們的員工 但是平時一般在病房 我們這樣接觸的病人 我們都是建議用回外科手 就是外科口罩 還有其實每次見完病人 我們都是建議要洗手 這些減低接觸風險 這些我們其實都是 將這整套的準則 跟我們的同事講 至於可能不同部門 他們有不同的程序 說他們怎樣考量他們的風險 這個可能我就不知道他們的什麼程序 但是我們的程序其實是很標準的 有準則的 都希望同時跟 警察部門比起醫護的防禦更加好 這件事合不合適 是應不應該發生的 我正如所講 他們的程序其實我不了解 所以我想可能我就有個困難 去留言 或者批評他們的防護裝置 好 最後一位是白色先生 你有一個Cable 首先想問一下 其實在找那個病毒源頭 是不是都已經有個難度在這裏 例如在打火鍋的一家人之外 那個爸爸的同事 其實現在都確診了 其實那個傳播 會不會容易去到第三代的患者那裏 另外第二 想問一下 都會有一些單一的個案 其實都沒有源頭 其實是否到現在都沒有找到源頭 還有是怎樣評估 會不會之後會有 越來越多的本地一些零碎的個案 還有有確診者就已經出院了 可不可以講一講 預計今晚都會有幾多個人可以出院 還有做了初步的測試 有幾多個是做了的呢 最後想問一下 就是康美樓那裏 剛才有提過 有一戶人就未肯走的 即拒絕送去檢疫或者隔離單 我想問一下 那個戶人裏面是有幾多人的呢 還有是不是已經派人進去屋裏面檢查 還是其實都只不過在口頭上交接呢 謝謝 關於病毒的傳播 我們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其實現在那些本地單頭個案 或者有些是群組個案 其實那個病毒源頭是不清楚的 即不是說真的有一個很明顯的 有一個例如是在內地或者武漢過來的人士 又發病的 惹到其他人 即我們雖然很努力地去追蹤 但是都最近這個案 都很多是沒有一個外有的記錄 那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都是有些本地的傳播 即可能有些傳播鏈是發生著 可能是一些很輕微的病人 或者是他完全沒有病徵的 即有些傳播鏈 但是因為看回整體的數字來講 又不是多得真的很多這樣 那麽可能就是有些傳播鏈在那裡殺法 但是呢 又沒有去到一個大的社會爆發 那麽那麽那麽 那麽當如果我們這些個案很多 越來越多 或者是大部份的個案 都是沒有一個源頭 或者是能追蹤到的源頭 那麽其實就是越來越多 這個本地爆發的危險 那麽所以這件事都是我們很擔心的 那康美劉我知道的住戶 就應該是老人家和子女 即兩個人 那麽 關於病人的情況 那麽我們都繼續看病人 那麽之前都有講過 其實我們化驗室 其實都有幫忙做那個檢測 其實我們一日都做很多轉 那麽所以呢 都要等那個報告回來 還有那個病人臨床情況 就是如果他們真的情況好轉 不排除今晚都會有病人出院 或者明天都有病人出院 那麽 我補充少少 有啊 那麽剛才說的那個 那個不肯撤離那戶人 就食環處和房屋處那些同事 都已經進去做了清潔和檢查的 那麽應該的喉管就沒有問題的 那麽多謝大家 那麽今天記者會就算不完全結束 那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 蓋齒